45 歲的韓君廷 1997年參選亞姐 但她之後二十多年的老徒 真是相當坎坷 先是因為她的四十吋巨燈 而經常被人笑 之後男友患肝癌利勢 受情傷的她 先後患上厭食症和抑鬱症 到了14年 她在浴室意外 善親撞崩壁 就被招是整容失敗 直到18年 和她相依的媽媽都離世 這一切可說是君廷的人生最痛 但在現在這個 人人都覺得很黑暗的疫情期 君廷的思想反而很正面 因然面對自己奔秘的容貌 做運動狂操身影 又轉演食譜 兼自拍下廚短片做美食KOL 還投入醫學美容工作 做美容達人 賺錢幫補收入 日前 她去了曬日光浴 兼拍靚照片 以三點飾泳衣上陣 見她的見美身形剛好 還擺脫了 纏繞她當年的巨等惡名 君廷受訪 這輯泳照片 是慶祝她的45歲生日 為自己留個線影 她又說 很想再發展自己的事業空間 做個進化版的KOL 是否要努力賺錢修復個比 君廷就說 不會啦 怎樣做都滿足不到每個人 破搶傘 沒甚麼大不了 可以按正面 真是好難得 機會來了 紛紛星網搜集各類型有趣短片 如果你家中有有趣寵物 想和多些人開心分享 或者你本人大把想法 甚麼都敢拍 又想一片成名 立即傳片來吧 Lun Sang 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